几乎所有的柬埔寨人都有个梦想 就是在今天可以拥有第一套带土地的BORI式房屋 您好,我是Ju Lee 在2019年的时候,我接了当地开发商的一个BORI项目 带土地的房屋,Galaxy Residency 当初这个项目还在建的时候,总共53套 2019年我们卖了35套 后来因为疫情停止销售,目前还剩18套 现在2023年年底,开发商又重新找到了我们 希望委托我们继续销售当年的BORI项目 今天借这个视频宣传这个项目的同时 顺便与大家分享柬埔寨从集体式住宅 发展成封闭式小区BORI的历史经过 虽然柬埔寨从09年开始兴起了酒店式公寓 但相当部分的当地人仍然喜欢居住在拥有大量土地的社区 他们习惯的这种社区类型现在被称为BORI 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几十年前 BORI这个词自古以来就存在 被定义代表传奇性的王国或国家 高僧Sam Dekchuannef活到1900年代中期 他创建了第一部高棉语词典 词典里用这个术语用来模糊地描述一个城市 城镇或省份等 后来BORI渐渐地成为了标准词汇 1964年 74岁的Solken Pond 曾是六号国道沿线的BORI SKB项目 Societe Camerda Distilleries的负责人 他回忆到BORI的概念在法国殖民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29年左右 法国人为酿酒厂附近的工人家庭 混合法式和高棉式风格建造了最早的BORI房屋 当时虽然工人们可以免费住下来 但他们必须按照村里的管理 在村长集体制度的监督下 保持房屋卫生 清洁街道和管理污水系统 大多数BORI的居民都拥有相似的职业技能 保持良好纪律和生活 当时柬埔寨居民过着美好的生活 小巷拥有美丽的环境 没有人乱扔垃圾 也没有恶臭 而且生活在社区内也非常安全 在当今的柬埔寨 BORI的特征与最初的定义有相似之处 但其当前的定义更倾向于封闭式社区 这个封闭式社区需要满足公共安全和基础设施的需求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 柬埔寨首都金边第一家大型现代BORI开发商是BORI PICTOP TO ME 根据众多当地开发商的营销计划 BORI一词现在已成为城市化版本 公共乡村生活的代名词 金边以开发和开发中的封闭式BORI小区里 几乎所有居民都是柬埔寨人 柬埔寨有很多大家族们都会住在同一个BORI小区里 组成一个或几个核心家庭的集群 他们与生活在一个街区内的其他居民 保持着紧密的社区生活联系 这种社区生活方式是从法国殖民时代被定义建立的 住在连排别墅中最大的吸引力 在于他为他和家人提供了安全保障 并成为与其他居民建立有益的最佳场所 所以如今BORI开发商关注点 不仅仅是在BORI社区本身 他们也会开发整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和公共服务 因为当地人最注重的重要因素是安静的环境 没有喧闹的交通噪音 新鲜的空气 绿色植物和树木搭配的生态公共空间 不少传统的柬埔寨人 更喜欢独立别墅和更实惠的有地方产 因为他们住在这个小巷子里 房子周围的土地空间是属于他们的 居民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做任何喜欢的事情 由于几乎所有的商业和工业都集中在金边 柬埔寨的所有当地人都有个梦想 就是在金边靠近市区的地方能有一套房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17年的时候 柬埔寨BORI房地产市场 主要集中在中等价位的房屋 价格从4万美元到6万美元不等 现在已经到了2023年年底 金边市区内土地的价格并没有下滑 可建筑材料施工成本和人工成本却涨了不少 在目前的时空背景里 在金边销售2017年的价格是非常难得的 如果您在金边西南面 靠近3号路4号路的附近有工厂 可以投资持有 也可以用分期的方式 作为福利卖转卖给柬埔寨员工 应该也算是高回报的投资 当地人也会觉得感恩 因为在未来 就算您是开发商 也无法在金边用这个价位 建出BORI小区项目 那么普通柬埔寨购房者 就更加不可能用这样的价位入手带土地的房屋了 关于这方面 您可以在这个封闭式小区附近随意去打听 也找不到这个价位的案子 目前 这18套带土地的房屋项目是现房 并且外国人也可以用信托安全合法持有 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我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